一年一度的假期生活又开始了 每年的这个时候 剑桥公爵威廉王子和凯瑟琳剑桥公爵夫人 通常会神匿近两个月的时间 带着家里的三个宝贝 乔治王子夏洛特公主和路易王子 回到他们位于诺福克郡的乡村别墅安莫堡 度过一段安静 惬意 愉快的假期时光 今年也不例外 剑桥三宝快乐出发去度假 乔治小夏独立拎包 路易只管奔跑 最幸福周三 有热心网友再一次拍到了一家五口 带着行囊准备乘坐直升机回安莫堡的视频 视频中老父亲威廉王子身穿一套蓝色西装 手里任劳任怨地拎着两个大大的旅行包走在前面 这个画面一点都不陌生 作为家里的顶梁柱 每次出行 剑桥公爵都是家里最忙前忙后 临行李的那一个 剑桥三宝快乐出发去度假 乔治小夏独立拎包 路易只管奔跑 最幸福 通常情况下 行李多的时候 剑桥家女主人凯特·米德尔顿也会帮着拎行李 行李少的情况下 剑桥公爵夫人只需打扮得美美地站在一旁 指挥就够了 因为暑期要持续大概快两个月的时间 很显然剑桥一家这次回去要住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这次的行李也比较多 剑桥三宝快乐出发去度假 乔治小夏独立拎包 路易只管奔跑 最幸福 凯特身穿一条白色的无袖连衣裙 搭配了他在几天前温王女单决赛上 佩戴的宽边大草帽 真是满满的度假风情 凯特手里拎着一个大大的蓝色行李袋 和大儿子乔治王子走在后面 剑桥三宝快乐出发去度假 乔治小夏独立拎包 路易只管奔跑 最幸福 剑桥家的三个孩子 也养得很接地气 很独立 到了能拿行李的年龄 就开始帮着爸爸妈妈 拿些力所能及的小物件 所以身穿深绿T恤和长裤的乔治 和以往一样背了一个双肩大书包 乔治三宝快乐出发去度假 乔治小夏独立拎包 路易只管奔跑 最幸福 剑桥三宝快乐出发去度假 乔治小夏独立拎包 路易只管奔跑 最幸福 爱美的夏洛特公主 当天穿了一条粉色的连衣裙 梳着披肩长发 背着一个与裙子顺色的单肩大背包 快速地走到妈妈前面 剑桥三宝快乐出发去度假 乔治小夏独立拎包 路易只管奔跑 最幸福 四岁的路易还能再享受一段时间的特权 除了因为年纪小 还因为她在家里的老妖 威廉和凯特对这个小家伙 也是特别的宠爱 兴奋的路闹腾 穿着蓝色的Polo衫 搭配褐色的短裤 甩着两只小胳膊 蹦蹦跳跳地跟着家人往登机口走去 剑桥三宝快乐出发去度假 乔治小夏独立拎包 路易只管奔跑 最幸福 乔治三宝快乐出发去度假 乔治小夏独立拎包 路易只管奔跑 最幸福 这个小淘气的顽皮 大家在六月初 女王登机七十周年庆期间 已经见识到了 无论是在盛大的皇家阅兵室上 还是在观看隆重的街头表演的皇家包厢里 路易小朋友的天真无邪和淘气可爱 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剑桥三宝快乐出发去度假 乔治小夏独立拎包 路易只管奔跑最幸福 要去度假了 小家伙更是兴奋的不行 快到登机口时 更是提高了速度奔跑 向头小牛毒四地冲上了直升机 剑桥三宝快乐出发去度假 乔治小夏独立拎包 路易只管奔跑最幸福 当天与剑桥一家一同随行的是他们家的猛宠 一只两岁不到的西班牙 可喀犬奥拉 这只皮毛在阳光下泛着光的黑色可喀犬 是剑桥三小只最喜爱的玩伴 也是他们的舅舅詹姆斯送给他们的 奥拉和剑桥家之前 那只陪着乔治王子长大的可喀犬 卢波是救生关系 这只街是活泼的小家伙 最近几个月经常随着剑桥一家 出现在公众场合 剑桥三宝快乐出发去度假 乔治小夏独立拎包 路易只管奔跑最幸福 威廉带路易去公园划滑板车的路上 夏洛特公主七岁生日的官方生日照片中 剑桥公爵夫妇参加马球赛时 都有这只狗狗的影子 剑桥三宝快乐出发去度假 乔治小夏独立拎包 路易只管奔跑最幸福 安莫宝是女王在威廉王子和凯特结婚时 送给他们的结婚礼物 据悉 这座配备了十个房间的三层古堡里 有剑桥三小只喜欢的一切 比如广阔的草坪上架起的攀岩架和鞦韆 这是路易的最爱 难度高一点的攀岩墙和特意搭建的山洞 是乔治和夏洛特的最爱 剑桥三宝快乐出发去度假 乔治小夏独立拎包 路易只管奔跑最幸福 剑桥三宝快乐出发去度假 乔治小夏独立拎包 路易只管奔跑最幸福 除了这些 安莫堡附近的海滩 更是让剑桥一家乐不思蜀的地方 三小只喜欢光着脚踩着柔软的沙子上 也喜欢搭建形状各异的沙堡 更喜欢把全身弄湿 或把靴桶灌满水 去年附近的居民还看到 凯特已经开始教三小只划翻船了 剑桥三宝快乐出发去度假 乔治小夏独立拎包 路易只管奔跑最幸福 还有附近的居民透露 林间的小路上也会看到 威廉和凯特带着三小只 骑自行车的身影 他们会穿着最普通的服饰 骑着自行车边走边笑 如果不仔细看 你不会发现 这原来是剑桥公爵一家 剑桥三宝快乐出发去度假 乔治小夏独立拎包 路易只管奔跑最幸福 威廉王子之前在一次采访中 曾经透露我们会尽可能长时间的待在这里 这里很安静 我们一家都非常喜欢宁静 充满烟火气的乡村生活 在安莫堡 我们可以度过很私人平静的家庭时光 剑桥三宝快乐出发去度假 乔治小夏独立拎包 路易只管奔跑最幸福 据悉 威廉和凯特会在今年夏天 把家搬到温莎的阿德莱德别墅 新家离女王非常近 大概十分钟就可以到达 离凯特的娘家米德尔顿家也会更近 乔治夏洛特将会转到附近的学校读书 9月份4岁的路易也将会入读小学 小家伙会和哥哥姐姐入读同一所学校 但消息人士透露 剑桥公爵夫妇仍然会保留他们的安莫堡别墅 那里给他们留下了太多美好的回忆 也是他们最喜欢的地方 剑桥三宝快乐出发去度假 乔治小夏独立拎包 路易只管奔跑最幸福 如果你以为剑桥一家 整个暑假都会留在安莫堡 那就大错特错了 每年8月份到10月初 96岁的英女王都会位于 英格兰的古堡巴尔莫勒尔堡避暑 在这期间老太太会分批次的邀请家里的小辈 到那里和她小聚 通常来说 为了不影响剑桥三小只的学业 老人家都会在8月末或9月初的时候 邀请剑桥一家 剑桥三宝快乐出发去度假 乔治小夏独立拎包 路易只管奔跑最幸福 另外这个假期也不排斥 威廉和凯特奖励三小只到某个度假圣地游览一番 凯特曾经透露 剑桥三小只都非常喜欢有水有沙子的地方 所以他们在选择度假场所的时候 也通常会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 去年和前年暑假 受疫情的限制 剑桥一家都是去了位于康沃尔西南部的西利群岛 剑桥三宝快乐出发去度假 乔治小夏独立拎包 路易只管奔跑最幸福 不过今年或许会去更远的地方 欧洲已经没有严格的疫情限制 所以剑桥公爵夫妇或许会带三个宝贝 过一个稍微奢华一点的假期 也说不定 总之接下来近两个月的时间里 凯特和威廉或许又要消失在公众视线中了 这次要遇到公众视线中了 我们下转的时间也会让我们下转的时间 按下转的时间